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您可以從這邊 您從右手邊 可以連到我的學習網,有沒有 右手邊有一個連結這裡 右手邊有連結,我想到的威力導擾放在這邊 這裡,好 那您點進去之後呢,您可以看一下 我的部落格上的話,其實現在算蠻比較認真經營部落格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介紹Active Rent 我就通常用在我的部落格的,剛剛您有看到那些影片的製作上 為什麼?上課我比較不會NG 但是獨自面對電腦的時候,我常常會NG 因為我們上課是面對面的,我知道我的對象是什麼 可是我在自己對電腦講話的時候 有時候就覺得Udo的不滿意,這樣不行 再來一次,上課不能重來 那在這邊呢,您可以直接連到我的YouTube頻道 我有在經營YouTube頻道 也就是我一般演習的部分 公開的,我就會放在上面 那您可以看到在這邊的話 比如說像 上個月去高雄立刻大 那麼您可以看到 我在上面 錄影的方式就像我們今天一樣 有沒有說01,02,03 對不對?主題很清楚標示出來 那麼這樣以後如果有人要看 即使他真的沒有來參加演習 要看是不是也很容易 也比較容易嘛 你就不用邊看邊找 不用邊看邊找 那另外呢 除了這個以外,其實我學校的課程的內容 我會放在YouTube上 也會放在YouTube上 所以 您如果 有興趣的話 可以找一下素文老師 因為我能買關鍵字 老師馬上行銷 哈哈哈哈 這很重要 哈哈 真的真的 老師也是要行銷的 好,那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的資料 那麼 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們在這邊 像您今天看到的簡報 有沒有 也是很特別的對不對 跟一般POWER的簡報 比較不一樣 這裡有兩個 一個是 有用PRAISE的 好,我們今天用的 那下午的話 我就會用另外一個 Focus Guide 這個也都很好用的 都是 他都是以新制服方式來做 那所以我現在就是 下半年我都是主推這一個 好,我都主推這一個 就是 這個不是有時間的限制嗎 所以你使用 不是說功能比較好嗎 你說第一個嗎 就是 它 如果老師您有 就是我們 Google代管信箱的話 您可以變成教育版的 您的功能 就是您可以設為 就是 要不要公開 還是要在線上使用 對對對 但是呢 如果你用下面這一個的話 Focus Guide 它是屬於單機版 所以您即使不上網 還是要上網 就是它內容的部分 如果你要透過它版本要上網 可是呢 就是 這個 因為它是單機版的 所以說我們在用就相對比較容易 而且範本會比Price多很多 所以我下半年我都推這個 哈哈 好,那給老師參考一下 另外呢 呃 研習地主的部分呢 這也是 老師可以看一下 我的碳足跡 招到哪裡去 都在本島 今天第一場在外島 哈哈哈哈 好就這樣,那點進去的話 你可以看到 我在這邊 好,這也是講什麼主題 有沒有 我就把它秀在外面 欸,有的有 這比較早期的 有一些 我現在新的 我都會把它 把那個主題 喔,比如說最近 暑假在 瘋掉大學的 我就把這個主題是什麼 就把它秀在上面 這樣 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OK 那麼 然後 這是我簡單介紹一下 那麼 我給老師稍微看一個 就是 呃 其實我平常在學校 上課的話 我會是這樣上 在這裡 好 因為 我們如果是研習的話 就是一次見面 或兩次見面嘛 所以都比較短期的 但是 在學校裡面 我平常就不只這樣 像我昨天就是 用遠距教學 我們昨天就用遠距教學 那 你可以看到我在學校的部分 我會像這樣 第一堂我們上什麼內容 第二堂上什麼內容 好 那 上這些內容呢 不只他要看 我還會 先告訴他 這裡 我會先請他們先做遇行 好 你看喔 這裡 比如說下個禮拜 我們要上什麼內容 請同學先看 那我就會把去年的我叫出來 先叫他們一下 嘿 這下面這邊 反正就是 我們在這邊會有一些啦 那同學到底有沒有看 我們怎麼知道 你覺得 哇 又不能用了 你要嚇我 哈哈 你覺得同學到底有沒有看 事實上其實 真的有看 那我們也有證據對不對 所以說 下午這一場 你真的不能錯過 哈哈 有沒有 同學閱讀的情形對不對 對 然後呢 如果是影片題 我可以跟你講 他怎麼看的 我們還可以看得出來 這樣有沒有很過分 可是我這些資訊 我開放給他看喔 大家都可以看喔 來你看一下 像這位同學還蠻認真的 有沒有發現他的線很多 點到旁邊來 這位同學看了多久 什麼時間看的 然後呢 他看哪一段 我們都知道 所以老師要出考題的時候 除他沒有看的那一段 這樣 是不是比較好一點 其實重點不在考答他 而在什麼 我們知道他到底懂了沒有 對啊這個才是最重要 那所以 我跟各位老師報告 在這裡面 我們還可以看到 你看 這位同學還不錯 他還有做筆記 因為在玩弄上可以做筆記 所以你看喔 我也可以看整班的喔 你看如果 同學有做筆記的 或者是他做得不錯的 我就會給他 獎勵一下 你看這裡 有沒有 他本來沒有啊 太混了 完全沒有看 然後後來才有做筆記 可是這樣我也會給他獎勵嘛 所以上課也可以幾點啦 就蠻好玩的啦 反正就是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增加師生之間的互動之後 其實 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課堂的氣氛會比較不一樣 不是很單純的 就是只有注意老師講課 因為現在老師講課 常常會 講到後面越來越美麗有沒有 你一直講啊 那就 都沒有任何反應啦 呵呵呵 這樣是最大的困擾 OK 所以這個是 大概有平常上課的方式 跟老師 稍微簡單分析一下 那我們下午的話 會有更 進階的方法 好